今天我们回来比较早 看看地上这一大堆东西 这个是倩倩买在刷碗的 然后买了这么大一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碗刷碗 你没有见过这么多这种东西吗 一地 满满一地 是从这个箱子里面倒出来的 这个是装我们鱼缸造井的 我们今天的缸可能会倒 所以我就先把造井师拿出来 我们用的是紫色森林的这个 半死石带细菌的这个造井 我们是找人造好井之后 整个发过来的 包括这个还有这个窝窝 到时候这个窝窝 我们随便放在哪个上面 都可以 到时候可以粘一下什么的 单独做的一个 整个造井原型 那是我们鱼缸上的那个什么 鱼缸上的配件 不是 赶紧过来把这个捉回来 这一地 这要怎么 这要怎么搞 这个也太多了 而且这东西都是规则形状 都是一样的 有什么用吗 大家想想这个东西 我其实不太想浪费 要把它用起来 这个我们现在是不要丢了吧 我看 你装在你的床头上 你小火要装起来 而且这个倒出来好倒 往里装 太难装了 好烦 等会儿把奥斯卡丢到这个纸箱子里去 这么一个造井发了这么大一个箱子 这个东西其实早就到我们这边了 我现在一直没有时间去拆这些东西 之前一直蒙鱼带货 经过我们一阵收拾 把这个地方空出来 我们到时候要把浴缸摆到这个位置 已经计划好位置了 静子也移走了 上面还要掉两根铁线 这个灯大概要掉这么高 到浴缸边上 去浴缸手持面是5厘米 我们这个缸今天回来了 但是我们这天气比较冷 这缸被冻的保抹硬 就是这么大一个缸 然后我们要把它这个 这是在锅里 我得把它胶纸先搞一搞 它是整体发过来的 不需要我组装 这还省点事 刚才用的顺丰 这可能是付顺丰运费 付的最贵的一次 这两个加起来超级重 三个人抬上来 然后这些就是刚里边的东西 一地 我们等会可能还要再 给它移动一下 看这个位置 我是大概放了一下 然后就是解压的 丝贴纸环节 他们用的这种贴纸 跟那个美工那个贴纸是一样 只不过是比较质量 比较好一点的美纹贴纸 不会在上面留下胶印 我们得把这些柜板全拿下来 这四边的柜板 是都可以磁吸拆下来的 我们把这个东西拆完之后 还得自己组装 这个整套鱼缸呢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玩这种缸 多少有点动手能力 都基本上可以自己解决 好 脚带纸 拆完了 这些是这些胶纸 它怕泡菜冻掉 然后就开始拆鱼缸的配件 这是我们的低定桶 低定液的低定桶 应该有四个 通常因为低定桶上面它就是四个桶 所以它给配四个桶 这个桶也是我们定制的 因为没有高好大小的桶 让我们用 所以直接让厂家定制了四个这样的桶 好 然后就上下水管件了 这是什么这么重 这是什么层板之类的 哦 插线板的固定 这是固定插线板的 插线板我们等会再装 我们先把这个上下水的这个管件搞好 有一个防红漆的一个阀 一遍家里停电了 也不会把整缸水红漆下来 要不然我们家就要水漫金山了 好 这个就是下水管件了 因为我们这个缸是没有背包的 后边没有背包可以紧贴着墙放 所以呢它是超薄一流 到底上来后一流下去 比较美观 简洁一些 我喜欢简单的东西 为了举牛二虎之地 把这些蛋糕放进去 主动机放进去 然后卷脂机放进去 然后顺便走了下线 还有我们这个水槽 水槽去了 走钢 也有的走钢灯 灯也要从里边进去 然后从外边出去 我还没弄那个线 然后水泡还没装 上水管还没有装 然后就开始准备搞这个 这两个MP40了 我既然还没有给它 收到很久了 但是还没有给它拆箱 拆风都没拆 检查都没检查 万一换 先把刀给我一下 拆风 目前来说 MP40的这个 躁闹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的 就是缺点就是 它可能会摔坏 另外一个 它送这个罩子 竟然是这样子的 你看这个 还翻出去 做的一点都不严谨 让人难受看着 这个倒是我们去找一个 3D打印的那个外壳的 去给它换一个 荧光的外壳就好了 现在暂时先这样子 它这个网是防止 把小玉系进去 然后控制器 我们现在还没想好 这两个东西要往哪里放 不是左右 就是后边正后方 下边应该是有些垫片 针对于 6到13厘米的鱼缸的垫片 6厘米或者更小的垫片 我们这个缸应该是不需要垫片的 先装一下试试 没有问题 这样就很坚固 不会掉下来了 不然它太滑了 好 送吧 没事 吸的很紧 他说你还想让我干什么 他上去干什么 你把他抱上去的 我没有 他自己跳上去的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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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要擦过脸 控制面板 只找到三个 水泵还有一个 灯还有一个 所以应该是五个 然后就是我们的滴钉 这玩意儿我都不知道给他装哪 按理来说是应该您螺丝找个地方挂的 水草钢 钾肥铁肥 综合除草剂 消化器 钙 铭 钙 丝 铁点 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 其实我们是应该把它装到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的滴钉口在这 四个滴钉口在这里 今天我们的浴缸要进新的成员 现在我们在机场 机场货运窗口 来拿鱼 拿到了 然后就这么一小箱 我们拎着东西 回家去 哎呦 带着奥斯卡 先来 到家 来吧 拆轻 这是从广州 发过来到我们这 一天的时间啊 就直接 到位都撕了 开好我们这 机场支持这个空运 小丑鱼 一只 还算可以 呼吸没有急促 先拿出来 这是金环保罗 这个是海星 翻山海星 然后还有几个石藻罗 这那几个得单独过完 小丑是咪摹 两条 早前照普通普通的 又一只蓝钓是不是 三只小丑 不便宜 他叫我一声水 给你看看我今天 小伙伴 生物已经全部入缸了 除了内置蓝钓 有点状态不太好之外 其他的都还好 所以这个缸 先暂时 把它们放在这 观察状态 然后 这两天 我们在家里边 再忙 这些档情 把我们的海钢 几乎全组装起来了 包括一个是补水箱 一个化验箱 这个到时候可能要移走 因为我们还有套卡莫尔的 那个检测仪 没进来 暂时现在先 把水放上 下边的淡分 以及 独斗机 卷纸机 还有这个过滤仓 放在MP的生石 放了两个大块 两个小块 刚刚好 大块壳子还没回来 因为这个要避光 避水流使用 我们先放进来 因为第一缸水 我们可能要放掉 就是泡下缸 这个滴钉要换了 因为我们那个 卡莫尔的那个 检测站 它是 匹配不了这个滴钉的 所以我们还是再重新换 目前 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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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